肚子它比較特別的結構 裡面的五臟六腐實在很多 當然說我們婦產科 子宮卵巢之外 又有腸子 然後盲腸膽囊 然後胃 然後再過來皮脹 腎臟 所以真的是很複雜 又膀胱 然後輸尿管 所以要查的東西很多 而且它的結構的問題 不是說單單透過超音波 或是單單做電腦斷層 有時候真的要配合 蠻多的狀況 所以一個病人來講 我很痛 這個其實要查很久對不對 沒錯 沒錯 事實上一個痛 我這樣 我先補充一下剛才提那個動作 因為動作我覺得有個觀念 很值得大家一起來思考 就是我們像我買個 我買個iPad 我都有個說明書 那我們像譬如說小燕寧 大概 小燕姐 那麼三十多年來 是吧 對不起 小燕 我舉例 舉例 舉例說 我真的合乎她的肖像空 是 是 是 哇 醫生 你真會講話 而且我覺得醫生真的說謊 眼睛都沒有眨下 有 我 真的講 我非常喜歡聽你這麼說 你再說一遍 是 是 我說 小燕姐 這個說明書呢 對 是 小燕姐用自己的身體 用了三十多年了 用了三十多年 對 是 可是還沒看過自己的說明書 我的說明書 問我媽要嗎 是 您自己的說明書 那其中呢 剛剛講到說 剛剛監理師長提醒大家要常動 那因為我們人的肌肉 在整個 我們說一百多萬年 從東沛原人開始整個計畫過程中 老天爺替我們準備什麼身體 以前人要活下來才傳基因 所以肌肉是用來動的 那平常時它不耗能 所以平常時它沒有什麼有效循環 它都是在動的時候才有有效循環 所以把它想像成一個海綿好了 那如果很髒的時候呢 你要把它放在清水裡面 用力的擠壓 它才會洗乾淨 人的肌肉易染 這個姿勢它可以維持 但是它沒有有效循環 所以裡面的代謝性廢物 像乳酸之類的 是沒有有效排除的 所以乳酸是滿酸的 在酸鹼質上比醋酸還要酸 還要酸 是 那麼我們都知道醋酸只要前天晚上 我們放在這個白菜裡面 第二天我們就有泡菜也可以吃了 是 通常這樣 所以我們身上 身上 很多泡菜 是… 對不對 所以一天 所以套放就是泡菜的結晶了 所以坐兩個小時下來 假如你都沒有有效排除 那麼你就是泡兩個小時的泡菜 所以一般我們會建議大家 就是目前一般 我們會比較被接受的做法 就是建議我們的所有的民眾 一兩個小時要起來 動個十五分鐘 像現在如果去政府機關辦事 我們看到他們在十點鐘 就會大家都站起來 不能坐下去 坐下去會扣烤機的 一定要在原地動作十五分鐘 下午有一次 是… 公家機關是這樣子嗎 是 起來十五分鐘幹嘛呢 運動 你就是要再改變姿勢 其實話真的是對 要活就要動 真的是對 要活就要動 公家機關這麼好啊 是 你們坐到什麼都對不對 坐到發愣也不能再站起來 對不對 明天就可以站起來了 你可以 主持人可以啊 對… 主持人可以的 說起來這個疼痛 真的是很有學問的一件事 因為疼痛就是一個 很虛幻的名字 因為你痛 你感覺不到 醫生也感覺不到 我就說我是痛 那急急痛 急急痛 還有一種痛 我是覺得最恐怖的痛 就是說 像牙痛 等一下 牙痛的痛是 因為你知道它會很痛 所以你去看牙醫的時候 你已經嚇得半死 所以它的東西 這樣放上去的時候就更痛 我覺得那個牙醫 還沒有放上來的時候 我就啊 這樣子 所以牙醫通常會被我 嚇得心臟病不是很好 是不是 還是那個是 真的是 我都不曉得是真的牙痛 還是我自己害怕的痛 妳問得很好 任何診 任何問題 都要三個東西 要缺一不可 要多做到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有正確的診斷 正確的診斷 疼痛來了 剛剛牙痛 好 請問痛的原因是什麼 是骨頭裡面長腫瘤 是牙嘴發炎 還是你的牙齦破了個洞 還是根本就是神經痛 造成的感覺 所以我們說 任何問題 第一件事情要的是診斷 診斷 診斷錯了後面都不用做 診斷要正確 才能夠後面才有正確的 所以婦產科也是要診斷的 對的時候 這個肚子裡頭 診斷出來 施工這些是負責你自己看 其他就要找別的科就成功 對 所以有時候還是要 有很多團隊一起負責 確實不是 對 那如果是比如說 我們的腳 筋骨 膝蓋 痠痛的時候 就要找你了 對不對 沒錯 我記得我的膝蓋有一陣子 非常非常痛 但是就有一個治療師 給我綁一個 就是綁 綁完了以後 我走樓梯 比較輕鬆 很輕鬆 但我不會綁 我不能每天到業縣 找他幫我綁 綁我再去走樓梯 再回來請他幫我拆掉 因為自己綁 綁不對 更痛 對 是不是 有一種就是類似負的綁 有的是經驗效貼布 有一種貼布 貼布比較簡單 貼布 我們一講到貼布 有的是藥的貼布 藥布 中醫系 有的是沒有藥的貼布 機械性 對 它利用它的彈力的一個保護 比較簡單對不對 對 但是要靠技術 要貼對地方 貼對方法 貼對角度 所以我還是要走到醫院 去請他幫我貼 完了 我才能去走樓梯 很可憐 但是最主要是把自己強化 我常常講 當你有痠痛來治療 那已經是下側了 你最好平常做好保健 甚至做促健 促進健康 讓你的膝蓋更強壯 有沒有 因為肌肉強壯 關節強壯 你自然就不容易痠痛 發現簡醫師 他一定把自己保持在某一個體重 所以他就看起來很活潑的感覺 是不是 然後他的筋骨也不容易痠痛 有沒有道理 有 是 比較不容易痠痛 比較不容易痠痛 那黃國瑜帥醫師 他是婦產科醫生 他接生出來的寶寶 都是以哭聲出來 所以他發現笑的力量 對 沒錯 確實笑是有驚人的力量 笑有驚人的力量 所以當你最疼痛的時候 你覺得用笑 其實是可以克服疼痛 這個其實在叫做笑退病魔 是美國非常著名的一個作家 叫做Norman Curson 他發現每天大笑半小時 一小時 他的止痛藥可以減低 是 笑半小時 很難耶 各位 我們就是這樣 差不多 笑半小時 真的不容易 這會氣喘的 會笑踏氣的 真的嗎 所以也要笑得得宜吧 對 所以才會說 漸漸有人專門在研究 笑該怎麼做 研究像校工的對不對 印度有一個印度的笑瑜伽 歡笑瑜伽 Left Yoga 然後在台灣有個笑校工 所以他們都是比較 經過一些特別的動作 經過一些方式來帶動這些笑 不是從頭笑到尾 不是從頭笑到尾 對 但例如我罵你 我也可以笑著罵你 就轉移情緒 我們就在裡面就玩這樣 其實也是把你的情緒 紓壓出來 對 我突然覺得 沒有很好笑 黃貴在突然好像演起古董戲一樣 對 對 這是尖笑 這尖笑 對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玩遊戲的方法 中天有演戲 我們找一下貴帥 同樣也會有手腳動 所以這些動作 有時候我們就開心的大笑 例如說是現在做酒怪怪了 我就來 哈哈哈哈 然後 這個姿勢 這個姿勢 我們比較不雅 對不對